北龍離安風店二氧化碳外線 釀重大公安 三名工人至今能在醫院治療 還沒脫離險境 而今天院方向流性工人的妻子 講解病情時 請家屬做好最壞打算 讓流妻一度崩潰貪暖 去瞭解五十八歲流行工人 昏迷指數只有三 命選一線 目前使用上氧氣低溫療法治療中 生壓劑已用到最高劑量 但情況依舊不樂觀 而廠商代表也派人前來關心 只是家屬無法理解 工地公安為何如此不嚴謹 這不是做工人的 你怎麼這麼好不懂的喔 那你不斷是怎麼做的 那你缺失已經這麼多了 我看那個營養廠商務 已經這麼多缺失了 你們不做得好 那你有年要賺錢 我們這些工人的 那你怎麼這麼不得 我什麼都沒有啦 你跟我報的我正常來報的 我的老公回來就好了 我哄就沒有啦 現場工地主任也向家屬表示 政府公權力已經介入 但對於五十四支二氧化灘鋼瓶 怎麼會一次被擊發 他們也是匪夷所思 目前只能近代調查 他們是聯絡 你不會過 我們應該會 而是 在錄影裡 在錄影裡 你